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准时准点准点准时 郭伦又来了 这个一天天的还挺忙 你干我们这孩就这样 不像人家上班的呀 学生什么这么有规律 我们这不管是吃饭呢 还是工作呀 跟其他行业的时间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尤其我们到处去演出 每个城市的风景也不一样 美食也不一样 挺高兴 尤其到外地都爱吃当地的小吃 有的时候上哪演出 一去了人家主办方 哎呀 这准备海鲜准备这个 我就赶紧拦着 千万别去 不了解我们 咱们也不是企业家谈生意 您就说此地 老百姓们 大爷大妈 他卖吃什么 哪个摊好 哪辆三轮车上卖的饭好吃 你告一声 我们就吃这个 就挺好 还有的时候 到哪去 说好了 一会儿工作 外卖就都送来了 那主办方老觉得不合适 我们准备龙虾 准备这 谁吃呢 晚上 对不对 我们就得吃地方上的这些小吃 打一电话 一会儿外卖送来了 很快乐 也很高兴的事情 这个外卖这个行业很好 半夜里边两点三点了 你想吃东西也能送来 当然很辛苦 很辛苦 现在你城市上班的 还有学生们上班族都离不开外卖 尤其大城市 忙忙碌碌 节奏多紧凑 你来不及做饭 你别说下馆子了 你点个外卖吧 你饭是得吃的 人们就把这个点外卖 作为一种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 有人说和这棒太棒了 这新兴的一个形式 其实你不能说是新兴的形式 因为外卖这个行业 应该最早 比如说宋朝就有了外卖了 而且皇上都会点外卖 有人说您这下说吧 你不能这么说 您去看一幅画去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古代十大名画之一 北宋的风俗画 你仔细看 清明上河图 里面就有酒店的伙计 一个手拖两只碗 一个手拿着筷子 看着就送外卖 这个很正常 因为宋代饭店 已经开始提供了叫餐业务 和送餐业务 有一本 北宋东京开封的一个书 这个东京梦华路 这本书第三卷里边 还有这么几句话吗 说仿向远落 纵横万数 莫知寄急处处庸门 各有茶房酒店 勾四饮食 市井经济之家 往往只于市店 学买饮食 不至家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北宋开封 人口密集 街市繁华 每条街巷 都能找到茶楼 酒店 饭庄 娱乐场所 生意人太忙了 抽不开身 没工夫做饭 怎么办呢 就是外边买 所以说 北宋时期 外卖 已经是很常见 宋朝外卖行业的兴盛啊 不是孤立的 他和当时餐饮业的发达 是分不开的 跟今天一样 足不出户 你也能享受这个送餐服务 宋代呢 酒楼是以卖酒为主 同时兼英食品 承办宴会 两宋的都城开封和杭州 酒楼的数量和规模 都远远的超过了前代 啊 你看 东京梦华路不就写着吗 北宋末年开封的高档酒楼 72家 南宋杭州的高档酒楼 30多家 南宋的官方经营的酒楼是12家 民营酒楼著名的呢 是18家 哎 什么西春楼 三元楼 翁厨 人厨 哎 等为罪 什么意思 翁厨 人厨 就是一姓翁的厨子 一个姓仁的厨子 现在说就是 什么翁家私房菜了 就类似这个东西 所以说民以食为天 古至今 巨石一样 后来这个武林旧市 都城继盛 孟良路 一些南宋的书啊 也是记录了 大量的酒室啊 饭店啊 以及这个美食菜品等等的资料 这些酒楼呢 装修高档 哎 很热闹 画手 风格各异 门口是话团紧肃 饭厅的窗子上边 装饰五彩啊 开封72家酒楼的正殿 有的这个正殿是前有楼 后有台 有的正殿呢 三层高 五层相像 还有这个飞桥兰卡 名利相通 有的呢 一进去 南北天井 两廊 有小格子 像今天酒店的这个 雅尖 哎 像这个酒客喝酒 胳膊干扰 还有一些个正殿呢 有这个园林啊 宅员的风格 你看中山园的正殿 满王园的正殿 朱宅园的正殿 少宅园的正殿 所以当时的餐饮业别提多发达 在这样的环境下 外卖业务就是有足够的供给保障 好在宋朝都城邪人不少 有些人也无产无业 就怕给人家刨腿帮忙 谋生 在东京孟华路里边 这些人被称为是贤汉 看见这个有钱的年轻公子 跟那喝酒 主动的过去给打咱 替人家买小吃 喊歌忌 取东西送东西 你比如一个宋朝人 想点点外卖 又不愿意亲自出去 这些贤汉就到店里给您下单 另外呢 宋朝商贩的服务意识很超前 为了多做生意 常常挑着担子 或者挂着篮子 上前这个兜数 把小吃得送到客人的面前 咱们看这个宋朝画本里边 有很多这种场景 你看这个 剪贴和尚不就写了吗 开封 早说巷口有一茶缝 客人正在里边喝茶 来个小贩 拖着盘子进来 您吃不吃 安蠢馄饨啊 客人说吃啊 小贩就把盘子拖过来 拿竹签穿好了馄饨 穿完之后 捏了点盐 放在客人面前 还有那个正洁史立功神毕功 也谢着 开封府几个园外 拜把子兄弟 找一地白酒席 正喝着呢 来一人 从篮子里边 取出砧板刀具 切了盘酱牛肉 园外面一吃 还上银子 那个时候的外卖呢 不像咱们现在这样啊 现在你打电话 网上下单 等着吧 送炒点外卖呢 需要来个人 到饭馆去点菜 跟这个店家打个招呼 店家呢 会自动送上门来 而且是货到付款 至于送外卖这种活 一般都是店小二来包办 前面咱们提了 清明上河图里边 送外卖的店小二 他那会儿没有 说这个小电动 也没有 就是靠跑 也没有统一的制服 苦哈哈的店小二啊 就无论是寒冬腊月 炎炎夏日 在那步行的走 那么相比于今天的外卖 宋朝的外卖 可能啊 还更上档次 而且包装更环保 即使没有保温的专属科技 但古人在外卖包装上 用了不少的巧思 这也表现了宋代的餐饮 服务业的优良态度 那么那个时候的外卖 是怎么送呢 而且饭菜送了途中凉了 怎么办呢 宋朝解决问题是非常全面 他们用一种叫温盘的石器 专门呢给食物保温 温盘是一种厚底的盘子 上下两层瓷 上边那个薄一点 下边厚一点 中间呢 是空心的 它在里边注入这个热水 盘子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还比现在一次性的餐盒精致多了 而且这装的菜 这个温盘呢 得放到石盒里边 石盒形状跟现在的保温饭盒 其实是很相似 它是木头的居多 一层一层的分装 它是不让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那么外卖菜单上有什么东西呢 您不得不承认啊 这个宋朝是一个讲究吃的朝代 你看夏天 有马腹鸡皮 马腹鸡皮估计就是 类似腐竹那个东西啊 板子什么鸡的东西 马腹鸡皮 素签砂糖 冰雪冷园子 冰雪冷园子呢 就说是用这个黄豆砸成了粉 然后把它团好了 弄成了园子 然后再搁在这个糖水里边 再砸入碎冰 这属于冷饮 还有什么水晶饺 冰雪干草汤 荔枝糕等等 这是消暇的东西 冬天有这个盘兔 炫制 猪皮肉 野鸭肉 煎饺子 就这些个热气腾腾的烤肉 什么低速水晶块 就这个 还这个冰雪干草汤 是用干草 砂糖和清水 熬成个汤 然后呢 再放凉了 之后加一些个 砸碎了的饼块 口感清甜啊 拌着碎冰 你听着就很消暑 冬天的这个 炫制猪皮肉 炫 炫制的是切 切成块 切成片 炫啊 炫跟快一样 是烹调的方式 快制人口 这词就这意思 炫的就是烧烤啊 把肉呢 放在炭火上 反复的翻滚 猪皮肉呢 肥肉多呀 这一烤 肥油就出来了 都冒在皮上了 猪皮是酥脆 焚香 上桌前拿刀 把它炫开了 蘸点什么蒜末啊 盐末啊 弄点什么调料 或者选用梅子酱 这么一吃 下酒的好菜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从 宋朝人吴字幕 写的这个 孟良路面食店里边 能看这个外卖菜 有多丰富 宋朝这哥们 这名起的好听 吴字幕 之前咱们就听说过 这人名字 其实我提到他了 姓吴 口天吴 字是自己的字 木是牧羊的木 叫吴字幕 现在看他这名字 可能就是翻译的电影 吴字幕 他写的个宋朝外卖的 有这个菜品很丰富 有专卖家常饭食 如蹄子青羹 鱼腊羹鸡羹 耍鱼腊羹 猪大骨青羹 杂货羹 煎麦 蝴蝶面 还有煎肉煎干 动鱼动肉 煎鸭子 煎鸡鱼等下饭 更有专卖 雪葬面 笋桃面 素骨子面 又有卖菜羹的饭店 卖煎豆腐煎鱼 烧菜 煎茄子 这个宋朝的美食 其实可以拿着做一切 舌尖上的宋朝 那么说这么多种类的外卖菜品 是什么样的饭店做出来的呢 宋朝啊 他有的饭店是不承接外卖业务 但有的是专门做外卖的 这就跟现在比较像了 宋朝是三种不同规格的饭店 他分为正店脚店和分容 正店就相当于现在的大酒楼啊 大会所啊 这样的 他不提供外卖 专门那个有身份的 有地位 有钱的客人服务 你想啊 来十个园外 跟这一座 来大包金啊 山珍海味一吃 他挣钱 你这外卖要一个酒菜盒子 他没有意思 他不够那个房屋的钱 所以说正店不外卖 第二种呢 就是脚店 他指的是特色经营店 哎 卖贵系下酒 迎接中贵饮食 他就如同今天的中档的菜馆 接待中档消费的客人 所以说这种店通常是有外卖服务的 不过大多外卖的套餐 也设置了起送件 啊 因为你就像我说的 买一个酒菜盒子 他估计也不给你送 第三种叫分容啊 分容就相当于是大排档 这小贩馆的外卖生意最火服务最贴心 随叫随送 新鲜热辣 甚至还有专门外卖生意的分容 就跟现在高校旁边那个小贩馆似的差不多 咱们上面提到的东京梦华路啊 什么清明上河图和各种画本小说的资料呢 里边描绘的都是宋代民间外卖产业的兴盛 讲的是老百姓做外卖 点外卖 其实在宋朝 外卖不仅仅说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连皇上也点外卖 这个是宋代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宋太祖叫赵狂印 这是个马上的皇帝 性情呢 好爽 他是黄袍加身 陈桥兵变嘛 对吧 您记住了 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有趣的名词 就是皇上的生日叫什么呢 叫圣诞 那对呀 皇上嘛 可不叫圣诞呗 宋太祖第一次过圣诞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记载 这是谁写的呢 岳飞的孙子叫岳科 在他的史料随笔里边 曾经就记载了 说一日长春节 玉尽燕亭深 有思以不速俱奏不许 令是府随其有已尽 他这个文言呢 写完之后简单 但是愣听啊 听不明白 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太祖找狂印 过生日 文武群臣要圣诞 大伙一块庆祝 有关部门呢 就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皇上 您有点太任性了 您要过生日 过圣诞 您提前说一声 文武群臣来的 没有吃的呀 现做来不及 太祖说不用现做啊 叫外卖啊 能买的什么 吃什么呗 于是呢 光露寺的官员 布置场地 御膳房的杂役 摆上桌仪 内裤里边管久了太监 搬来了酒水 又派好多人到宫外边 酒店饭摊上去买去吧 连菜再煮食 宫里边布置好了 百官也进宫了 太祖吩咐开宴 大家共同举备 过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圣诞 总而言之吧 赵狂印第一次生日宴会 不太讲究 但是这一场不讲究的宴会 却成了后边皇帝们 过圣诞 大多遵循的祖宗家法 太祖自己的话说嘛 以朝事简之训 给天下臣民做表率 号召大家勤俭节约 事实上呢 宋朝的皇上 不仅仅在寿宴上叫外卖 元宵节赏灯的时候呢 也叫外卖 东京梦华路第六卷记载着 说是北宋的后期啊 每年元宵节 皇宫东大门 陈徽门 陈徽门的外边 专门给皇上设一座 看位 就看灯的座 这个看位是用荆棘啊 把它围起来 周长五十步到七十步之间 占地大约二十平方米 里边放着皇帝的玉座 便于皇帝就近 观赏灯展 天进黄昏 瓦灯初上 灯展开始了 开封城里边卖小吃的摊贩 乌洋乌洋的就都来了 买馄饨的 买汤圆的 买皮冻的 卖面鱼的 炒栗子的 盐齿汤 水果 干果 都团团集中在皇宫门口 等待皇上的 传唤 这些个小摊贩 在皇宫这个 看位前呢 就皇上的座前面 摆的是里三层 外三层 等着皇上叫外卖 当然了 这些个摊贩 也是经过 开封府的官员 和御前侍卫的 精挑细选 第一 手艺得地道 得干净 第二 要有忠君爱国的心呢 你不然这万一 其中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 你甭说打皇上 过去就往皇上脸上 脆口作嘛 这事就大了 有人说 这宋朝皇上 看灯就看灯吧 干嘛得叫外卖 你看 这里边有说到 首先说 两宋啊 皇宫都不大 宫墙是紧挨着市井人间 就是皇上家 跟老百姓家都挨着 所以皇帝呢 在后宫里边 老听着外边吆喝 各种叫卖 听着时间长了 免不了 就说要尝一尝 小吃的冲动 第二呢 大型的节庆啊 皇上从深宫出来 宫门外看一看灯 点点叫卖 这是真正的与民同乐 展现皇帝的这个亲民的形象 第三 按照宋朝宫廷的定例 御膳房 每天只给皇上做两顿正餐 而且花费很高啊 最重要呢 这个菜品呢 前偏一律 没有什么创新 所以皇上呢 老吃也就吃腻了 受不了 就想到市面上 就想到市面上买些现成的小吃 这些个是可以理解的 很多的现代事物 其实古人都已经玩过了 现在不是流行什么穿越剧吗 哎 其实如果真穿越回去 可能会发现 很多事物似曾相识 你比如你要回到宋朝 你可以做一个送外卖的 不过呢 你要在宋朝送外卖也不轻松 大宋朝外卖餐饮业的服务意识 保鲜技术 菜品的精致繁多 恐怕现在市面上 外卖也都难以企及啊 有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多学习一下 先人们的玩法和观念 学学古人精致生活的一面 说不定大伙呢 就能享受到更贴心的 外卖的服务 啰里啰嗦聊了好半天的 也许呢 有的人听完之后呢 就饿了 饿了好半天的 这会儿赶紧打一电话 叫一外卖